51岁常威静照,崇雨清男逼妻子二胎生女,混血妻子美若天仙。 现在人们都很喜欢看功夫片,更是对功夫巨星非常崇拜,不过对于那些成名,在影视剧中演反派的演员,却是怎么也喜欢不起来,而邹赵龙就是这样一个演员,他功夫丝毫不比成龙、红金宝,李连杰这样的大排叉,但却一直默默无闻。 邹赵龙出生于台湾,家境非常不好,兄弟姐妹多达13人,而在父亲早逝后,他6岁就跟雕刻店老板学徒,9岁又改行到面包店打工,小小年纪就当起学徒工,不过他对武术自由就很喜欢,5岁开始习武,12就进入电影界了。 他最早干的是最苦最危险吴大替身,后来又学习了泰拳与跆拳道,他直到18岁的时候,因为演吴大戏肯吃苦,受到红金宝的赏识并收他为徒,他的人生刚开始改变,同年就主演了电影《全力反弹》,成为红家版的艺人。 别看红家版人员虽多,但只有他是红金宝的徒弟,直到去年他才多了一个师弟彭于燕,可见红金宝对他的器重与喜爱,不过可惜的是全力反弹反响平平,而他后来多半担当配角,而且还是反派,因此未能真正大红大紫。 而另一对他非常赏识的就是李连杰,他曾经这样说道,我和邹赵龙一起拍打戏真的很过瘾,不需要找替身演员,我们亲身打就可以。 而他从零以来,香港娱乐圈的功夫巨星成龙,李连杰,甄子丹等,都有过精彩的对打,其功夫之灵力让人佩服。 李连杰不止看好,同时也很器重他,在李连杰的影片中,经常出现他的身影,不过可惜都是反派,比如中南海保镖两人大的酣畅淋漓。 随后在《倚天屠龙记之魔》《娇娇主》中,他又化身迫害张无忌的《宋经书》,随后在《赤子威龙》、《冒险王》、《不二神探》、《功夫之王》等影视剧中,他都是李连杰的死对头,给观众带来无数精彩的打戏。 更是一路打入好莱坞,还曾接替李连杰在黑客帝国扮演先知的保护者,而他能得到这个机会,还要感谢李连杰与袁和平导演,可见他的实力,在电影圈是公认的,唯一差的就是知名度。 周·赵龙拍的功夫片虽多,但第一次让他尝到奏红甜头的却是周星驰,他在周星驰的电影《九品之外观》饰演武功高强又丧心病狂常威,让人印象深刻。 随着电影的热令,网友们又多了一句口投缠,常威你不不会武功吗? 而另一部让他名声大造的就是《导火线》,他曾坦言真子丹打不过他,不过并不是贬低真子丹,他原本的意思是,真子丹已经成名,而他还是普通演员,因此打起来自己放得比较开。 而在电影中两人的打戏可谓一场火爆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邹赵龙在演艺圈可谓是个实力派演员,现在事业也是蒸蒸日上,但在他还没成名前,感情就已经有着落了,他结婚比较早,妻子翁慧德是混血儿,长得也非常美, 在1989年就获得港姐亚军,更是那届最上镜小姐。 当年他是通过红金宝的妻子高丽红剑接认识妻子,而两人相恋后,连师傅红金宝都很惊讶,当时是翁慧德选美结束后的第二年正当红,名气远在邹赵龙之上,追求他的富商名留多个事,但他却偏偏看上邹赵龙这个穷小子。 在1999年两,人决定结婚时,妻子的父母强烈反对,结果翁慧德在聚餐时,突然向父母宣布过两天就结婚了,连反对的机会都不给父母, 而婚后不久他为邹赵龙生下双胞胎时,在邹赵龙的照顾下,一度胖到92公斤,牺牲可谓是非常大。 不过你也许想不到,影片中的硬喊,却一直偏爱女儿,早在妻子一胎时,他就希望能是个女儿,结果是双胞胎儿子,直到后来在他强烈的要求下,两人才如愿收获小女儿,而他更是化身宠女狂魔,他不只做的一手好菜,更是喜欢吃的。 邹赵龙可谓是一只未大红大紫,但他并不在意,他曾这样说,别把年龄太当回事,生命的价值在于你有信念与勇气, 敢让自己活得足够漂亮完整,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,只要拼尽全力,每一个当下都是黄金时代。 邹赵龙可谓是反派配角的一个缩影,他们往往都很有实力,不比任何主角差,而他们唯一缺的就一份运气。 如今51岁的邹赵龙,依旧走的是硬汉风格,不过可惜的是,一直未能大红大紫。 而看到他的过往,真的要惊呼常威不止会舞,还是武林高手呢,最后也祝他家庭美满幸福,早日成名也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